我们现在听的是www.sourceradio.com原网台 我是长焦低炒的阿姆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梦台的《自然疗法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水痘的自然医疗 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经历过出水痘 水痘的高峰期就会在春天和冬天 我想大家都会很想知道 怎样用自然医疗去处理水痘 袁医生水痘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 水痘我相信大家都认识 其实没有什么人没经历过水痘这个问题 水痘是一种叫做带状病毒的引发的 一种的传染病 比较上一种经常遇到的高度有传染性的传染病 但病本身其实是很温和的 还有很多时候判有些低烧 很明显有些疹是有些水泡性的疹 所以叫做水痘 通常在最容易感染的阶段 就是水痘刚刚未出现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都很难预防避免的 水痘最容易感染的 就是水痘未出现过那一天 然后水痘慢慢出现 就会持续起码大概五天 它在身体其实任何部分都可以的 可能那个面部啊 前压啊 心啊 心口啊 背脊啊 四肢啊 其实到处都可以出现这些水痘的 那么在这个周期里面呢 你会发现呢 新的水痘是不一定会出现的 而旧的水痘呢 可能慢慢地来到 即是开始痊愈的 那么最主要呢 通常这些这样的水痘呢 是很含养的 那么如果一个患者的年纪比较大些呢 就是越迟生呢 它那个就是那个问题呢 可能比较严重一点的 是 越细出呢 就没那么严重的了 那么还有呢 大家都知道呢 很多些人 小时候经历过水痘呢 大过呢 就会出现那个生蛇 嗯 其实是同一种的 就是那个病毒来的 那么水痘是怎样发生的呢 通常呢 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会出 有些人就不容易出呢 简单来说呢 当然那个 那个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啦 当你的体质比较偏弱的时候呢 那就容易感染到这个所谓的水痘啦 那通常呢 出水痘会大概出多久的 我知道是需要隔离的 对吗 大家都知道了 水痘呢 通常出水痘的时候呢 小朋友通常呢 都是要隔离 即是不会让他继续上学的 那原因呢 就是我曾经所说呢 它是比较上呢 是传染力比较高的 那一般的水痘的自然的病情呢 是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 那由于它是一个极容易感染的传染病 那大部分呢 学校都不会被这些小朋友去的了 那通常我们隔离的时间呢 一般由发病的时间开始起呢 就不会少过两个两周的 那就是说呢 当你的水痘好了之后呢 再隔多一个星期呢 才应该正常可以上学啊 或者去工作的 那所以两个星期的 即是隔离呢 是一般的惯做的方法来的了 那高峰期是春季和冬季 其他时间都会发生的 是吗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虽然就这么说了 有冬春季的高峰期 其实水痘可以这么说 什么季节都可以出现的了 那是不是只是小朋友才会有水痘的呢 虽然大部分人的经历呢 都是审养仔出水痘是多些 容易很多 其实什么年龄的人 其实都可以感染水痘的 那其实水痘是否一些很严重的病呢 是不是很可怕的呢 其实大部分的水痘呢 都是属于那种轻度中度的病的 大部分轻的病人都可以自己康复的 那么中重度的人呢 就要有很少部分 如果处理得不好 记住人如果处理得不好呢 就会可能是会并发些 所谓脑炎肺炎 但至于要正确处理 充分休息 经过治疗可以说是完全都可以康复的 对于有些人呢 可能有先天性的免疫缺陷 或者他有些是免疫的缺陷 这些人来说呢 患了水痘呢 通常是属于比较重危的 所以一定都要很小心去处理 对付的 那水痘会不会流把痕呢 其实呢 在一般的情况呢 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水痘处理得不好 例如他痕干的时候呢 拷烂了水痘呢 那接着发炎呢 那个后遗症呢 就是水痘的凹了 那个缺陷呢 是会维持多久的 我见过一小朋友呢 一两年之后呢 面部的水痘缺呢 还可以见得到的 那你都知道了 一般的伤口呢 皮肤伤了之后呢 都很多呢 会出现那些色素的沉淀的 那就是会有些颜色的沉淀 那其实大部分呢 都是不会有任何的痕迹的 就是好就好了 那如果出水痘的时候呢 是不是有药食的 要注意些什么呢 在医学上呢 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的药物 可以处理那个 即直接医那个水痘的 那因为主要原因就是 它是病毒性的 那我们没有什么西弱 是可以有效对付病毒的 那所以为什么 我们出现流感的时候呢 在西方的医疗的之下呢 他们觉得很危险的 可以死人的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病毒 他们认为是病毒 一般都认为病毒的引起的病 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医疗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会处理那个发烧 是不是 处理那个痕痕的 那很多 就是简单点 有些人用那些 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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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差不多是 那些止痕水 来到 来到 去查一下 那在西药方面呢 其实真的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那么多 可以做到的 那 就似乎 在 在中医的 的 的处理手法呢 他们通常呢 都是 用那些 浸浸浴 有那些 叫做 纸 有些 有些 草药的方法呢 是是帮他浸浸浴 那等他呢 是 舒减他那个痕的程度 那 我们 在西方的草药方面呢 他会用那些 叫做 Witch Hazel 来浸浴 或者用来 塗在这里 那也有时候呢 就会有些香荤油 比如 Rosemary 或者 金盏花 滚 用那些 那些 那些 叶 煲了之后呢 就用来 放冻了之后呢 是塗在身上的 那 其实的手法呢 基本上呢 都是帮他舒缓 那个痕的地方的 就不是说很多些药物呢 可以直接是可以医治那个 那个病的 那 原因就是说呢 其实呢 这些病呢 都是一个很普通的病 就是没什么 没什么大的杀伤性的 那 主要呢 都是一个 简单些的 舒缓的手法 来到 处理他 那但当然啦 问题就是当他有发烧的时候 那 我知道呢 如果是病毒性的发烧呢 其实呢 就是不应该用一些 亚氏不宁这类的药 大家都以前都听过啦 那 因为呢 在小孩的病毒性的发烧呢 亚氏不宁这类的药呢 是会导致一种叫做 Rye syndrome 是很严重的 脑炎的病 一半是会死亡的 那 所以通常来说呢 就是 都不应该用这些药去去对付 那个 烧这个本身的问题的 那 相反来说呢 我们医很多很多的 这类的小朋友的水痘 那原因就是 为什么那些人 会来我们这里用呢 用我们的方法呢 因为在这么多种的 医水痘方面呢 这个效果是最最明显的 那所以呢 我们通常呢 就会会采用呢 是用那个 同类疗法这个 这个工具的 哦 原来同类疗法是最有效 去医水痘的 那有哪些 同类疗剂是可以 处理到水痘的呢 那 在同类疗法里面呢 我们遇到 一个水痘的症状了 我们通常呢 就会先用一个疗剂 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叫做 Variolinum Variolinum 这个就是什么呢 其实是用水痘的 那个病原那里呢 去制造出来的疗剂 那大家都听过了 同类疗法 那简单 我中国人认识 叫做以毒攻毒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用那个病 那个病原呢 是将它 制造一些疗剂 嗯 再用这个疗剂呢 去医治它 还有预防的 是 那有一个疗剂 叫做Variolinum 那其实有一个拉丁文 即是水痘的 水痘的毒素 那大家听这个名字呢 用水痘毒素 其实不用担心 主要原因呢 和疗法的所有疗剂呢 都是经过很大量的稀释的 那我用一个疗剂 叫做Variolinum 200c 那200c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它的毒素呢 将它的稀释 稀释到多少呢 是一百分之一 二乘二百次 是 即是to the power 200 那你可以 你可以想象到 是稀释到什么呢 其实是天文数字的稀释 就是一百分之一的 一百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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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分之二百次 那其实呢 这样的稀释法呢 到十二次呢 基本上呢 只剩一粒分之一 十二次呢 我们在说二百次 那所以呢 你一听到人的疗疗剂呢 通常那些病人都会问一下 其实是什么来的 那样 那如果我们说的名字 如果刚刚这个疗疗剂的疗剂 是 譬如有些是生癌 那样 那些人就会突然之间很害怕 哎呀我吃生癌啊 那样 那他完全都未曾明白呢 其实同外疗法的所有的疗剂呢 都是经过一个是天文数字的稀释呢 基本上是没有物质的了 那所以你说有什么毒素啊 有什么蛇毒啊 不用不用想这样东西的了 你找不到半滴半分子的那个本来的物质的了 那其实我只不过拿那个疗剂的能量啦 那所以一种的做法 我们经常用呢 就用这个疗剂 Virolinum这样 用一剂的 一开始的时候才弄一剂下去 因为呢 这个疗剂呢 有机会是将它那个病情呢 是缩短些 嗯 最重要呢 就要它 就是你不可以避免 就是它出现了 那你要接受它啦 那但是要将病情呢 减短些啦 还有就是 就是 很温和地 啊 经历它 就是不会说有些严重的后遗症 那所以我通常呢 我就用这一剂的 那也都有时候呢 当我们如果是遇到 啊 一家学校 或者某一个社群的小朋友 啊 有很多这些的水痘出现呢 如果作为预防呢 我们都会啊 就是 早上吃一剂 晚上吃一剂 吃两天就可以了 嗯 那但是呢 大家都听过啦 很多的家长呢 一出现水痘呢 一出现水痘呢 他不会将个小孩拔走的 反而会怎么样呢 困在他们一起 开派对 水痘派对 那样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呢 水痘呢 是小孩差不多是必经的儿童的疾病来的 那在中医的立场来说呢 其实为什么我们小孩会经历这些呢 其实一种的解释呢 就是呢 可以说呢 将小孩的胎毒去消除它 嗯 所以小孩很多时候呢 童年的病呢 都好像有些皮肤的疹出现的 有些东西爆出来啊 嗯 水痘啊 麻疹啊 德国麻疹啊 就是知语处理呢 很多时候呢 你都会发现呢 宋文仔的 都很多时候会出疹的 是 有一些是这样 无端端的疹 有些甚至乎有疹 一些烧都没有的 那在中医的角度呢 就说 这些是个胎毒 应该是爆出来的 那所以呢 啊 越早越早出呢 就越好的 因为宋文仔出呢 通常很温和的 反而呢 你拖拖拖 拖到很大才出呢 那可能病情呢 会更加更加辛苦的 那所以一般的做法呢 起码在外国呢 很多的家庭呢 都会有开那些所谓 水痘派对 如果宋文仔有呢 不如大家快感染了它 那就可以呢 就觉得舒服 更加舒服的了 是 这一节时间 差不多一会儿 回来继续圆梦台的 自然疗法语理 水痘的自然医疗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營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你现在听的是 愿网台 我是心灵对话的Carmen 欢迎回来愿网台的自然疗法语理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水痘的自然医疗 刚才袁医生 你提到如果有水痘 就可以用同类疗剂 第一只用的同类疗剂 就是Variolylam 200C 之后应该怎么做 好了 接着我们要看症状 所谓对症下药 如果初期是有烧 我就要用一些 处理到烧的疗剂 其中一只叫烏头 烏头 烏头 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疗剂 尤其是现在香港的这几天 比较突然之间是冻和干 很多人一冻之后 就出现一些症状 是比较强烈的症状 烏头是一个早期的发烧 烧可能会比较高 亦都可能在烧的时候 其实那个疹都未出现 根本你可能都不知道 它是有水痘的 但你只要有个人之间 现在天气突然转动了 又干又凉了 突然之间小朋友就出现高烧了 他人不舒服 有些惊慌 心境上 心情上 眼红红 你可以考虑 烏头 烏头疗剂 除了烏头之外 另外一个疗剂 亦都是在水痘的症状早期用的 就是那个什么呢 是癫茄Belladonna 通常Belladonna的症状 是小朋友初时有发烧 面红 皮肤又红又烫的 开始出一些疹 这个疹未必是水痘 不过红的疹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是用这个癫茄 癫茄的症状 记住 除了烧 比较高 好像烏头那样 还有一样是红薄薄 皮肤红薄薄 面红薄薄 还有有个疹就是红的疹 烫的皮肤 加红的疹出现 如果你当然你看到这个 这一类的症状 那你就可以用Belladonna 又红又烫 眼睛 零零 水汪汪的眼神 好了 还有一些 再简单一点 譬如我说 烧其实不是很多 少少 人又不是很病 那我就会用什么 用Farren Force 那个什么呢 是磷酸铁 磷酸铁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很常用得着的 基本家里都可以避住 一般的 就是说 不是烧得很辛苦的 这种这样的症状 磷酸铁 是一个很好用的疗剂 是 如果你发现 有一个有少少的烧 但又加上 那里胎开始变白了 那就可以加上 那个是绿化甲 Kalimur 这个是纤维炎里面 很好用的 那你可以 磷酸铁6X Kalimur 那个绿化甲6X 那就是 每个钟头吃一次 每个钟头吃一次 吃一剂 那接着 下来 当你那个水痘 很明显出现 Gummy的水痘 是很痕的 记住 而且痕得 那个绿子 是很不安的 就是坐不定 经常动 经常动 你可以感觉 他精神上 和身体上 一种很不安 坐不定 那种的 动动的感觉 这个是 就会开始用什么呢 就是野角了 Woolstock 野角这个尿剂 那当你那个 爆出来的水痘 是挺严重的 而且开始有些流浓 就是不同的阶段 开始有些浓液出现了 还有那个小朋友 就是 还有就是 比较上 不喜欢你触摸它 你触摸它 它都很生气 还有很敏症 也都不想你理它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搞它 不要问它 还有是 倾向于 体温是开始怕冻了 当然 它会口渴 想喝暖水 那这个情况 我用那个疗剂 就叫做 Hipasol Hipasol 这个疗剂 就是叫做 概流化甲 概流化甲 Hipasol 记住 出浓 怕冻 不想你触摸它 要喝暖水 这个就是Hipasol 好了 那当你那个症状呢 是发展到什么呢 发展到呢 开始就有其他的症状 譬如开始有些痰多了 喉咙肺里面 比较痰多了 有时你只看到 就有很多痰声的咳 或者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它就烧一下 但是就那个疹 就是经常都不爆出来 有时的疹 好像是抑制了在家 是不爆出来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咦 它有些喉咙有些痰声 来出来了 那我就用另外一只 这个叫做antimonium tartaricum 这个疗疗叫做酒石酸梯 梯酒石酸梯antimonium tartaricum 这个是处理这样的症状 另外就是当你那个开始有烧和肝咳 而那个病人就是不想动 就是你去动它和它说它不想动 总之你躺在这里是静静地躺在这里 是干的 不是好像昨天所说的antimonium tartar 很多的痰液是没有的 但也有烧不想动很干的那种的感觉 也都会喜欢喝一些冷水大冷的喝 这个疗疗变成什么呢 就是那个bryonia 这个疗疗变成bryonia 这个疗疗变成bryonia 我们叫做白蛇根 或者叫做欧树玉白蛇根 是wild hops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疗疗 如果那个病人 小朋友尤其是他出现的症状 zero 到里面有些情节 就是有点可怜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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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然是好了 很痴身,很怕烤焗,需要人陪,有少少烧,也不太口渴 在少少哭哭,很可怜那种感觉,怕烤焗烤热 我就会想另外一种,这个疗症是什么? 就是Pulsateller Pulsateller就是白头翁 Pulsateller是新闻仔很好用的疗剂 很多时候一般的伤风,到最后鼻涕比较稠 新闻仔也是小型的精神状态 哭,有少少哭哭,要人陪,怕烤焗烤 这个就是白头翁的症状 相反地,如果病人突然变得很敏症,很生气,哄不了 你哄他,他就给什么都不要 他要什么你给他,他也是要踢开你的 这个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就是Chamomile Chamomile就是阳金谷,阳金谷和白头翁是相反的性情 一个就是很温柔,一个就是很敏症 还有一个疗剂,就是当他如果是个人 突然之间是很肿的,尤其是眼、面 很肿的,又痕的,痕得来就是一种痴痛感 有时候身份症未必说得出 你会观察到他,他是个人是面肿肿 尤其是眼的特别肿,又怕热,又不想喝水 有些风烂又走出来 那这个是什么疗剂呢? 这个的症状就是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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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能看着他的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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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 再次用另一个疗剂,这个疗剂叫做Antimonium Crudum 三流化梯,三流化梯,Antimonium Crudum 最后,如果你发现皮肤很痕,好像野角那样,非常非常痕 但水痘不是那么明显的水痘性,但是很痕,令它很满症 如果小朋友就非常之口渴,很饿,一般的食物吃得非常之多 这种情况,尤其苹果很怕热,我就会用哪个疗剂呢? 就是硫黄,硫黄这个疗剂 还有一个疗剂,大家都可以参考,这个疗剂是水银 你知道水银中毒的痕是牙周发炎,牙肉肿痛,通常牙周病,水银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那什么会开始想用水银这个疗剂呢? 当然,你会发现口腔有肿,还有流口水很多 你突然发现口腔红红肿肿,牙肉肿胀,还有流口水 你会想到就是用水银 是 袁医生,你刚才也介绍了15种疗剂 如果认识了这15种疗剂之后,如果有水痘也不用怕 我知道现在有些人会带小朋友去打水痘疫苗 打了之后,是不是不会出水痘? 而出过一次水痘疫苗的人是不是不会再出? 事实上发现,不是的 不是打了水痘疫苗之后,你就不会出水痘 反而很多时候,打了水痘疫苗之后 出水痘的燃灵是比较大才出的 我刚才所说的,水痘越小出越简单 越容易处理 到大了之后出水痘,后遗症会更多 所以为什么外国家长很喜欢大小孩 早点去开水痘派对 所以似乎体质的,如果体质差的人 就算做过这些水痘疫苗 接触了这些水痘病的人 一样是会出现水痘的 有些人会说,因为打了针 可能病情会相对轻一点 这个也不一定 反而是因为打了水痘,早不出 前才出,后来问题更差 当然了,如果有些人真真正正出水痘 一般都不会再出水痘 但是如果身体的抵抗力差 当你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一样有机会再出 所以有些人经验试过 都是水痘以前出过 为什么最后油再出呢 所以不是一定的 那水痘有没有预防的? 水痘是一个常见的传染病之一 一年四季都可以出现 像春冬比较多 水痘的传染性也很强 病人是主要的传染来源 一般如果是容易感染的人 接触过90%都基本容易发病 主要是通过什么呢? 是飞沫、口水和直接接触 也可能是通过污染用具的传播 人群里面是比较容易感染的 刚才所说 其实水痘可以某程度上 不是有那么多的方法 是可以去预防水痘发生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想一下 在我们的卫生 个人卫生方面 其实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第一 我们在接触水痘 传染减毒的疫苗 就是在水痘流行期间 就不要那么多去公共场所 说是这么说 其实都挺难的 因为始终通常 有室友的病 很少就会影响力 在一般的公共场所都会出现 在学校里面 有时候 室友会被隔离 就是免友会共用的洗手间里面 会帮助 会加速传染 有水痘患水痘的家人 通常要消毒水痘人 或者用过的皮育 用具和居室 通常隔离一些比较容易接触感染的人 是大概三个星期左右 要注意个人卫生 要充分的休息 要注意空气流通 阴雨天气是水痘瘤 水痘瘤特别活跃的时间 所以应该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 空气流通 也要加强在学校的科室里面 加强在科室里面的通气 换气 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流通是重要的 第四是住隔离 一般来说 在水痘病人出现诊的时候 就要尽量将隔离 直到水痘全结晶 或31天左右 其实两个星期是最少的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例如洗洗手 曬衣裳 我相信香港很多学校 在幼稚园 我发现在上课期间 都常常带小朋友去洗手 吃小点之后 大部分学校都尽量懂得做 但就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从而增强免疫能力 简单来说 曬多些太阳 第七 如果同学里面有人有水痘 尽量避免和密切接触 患有水痘的人 都应该戴口罩 尽量避免出外 和人去多地方 这是一般性的预防方法 明白了 谢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 亦都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 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去 cs at naturalhealing.com.hk 那里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k